李景嫣就是陳清平 他晚年所收的弟子 學完拳了 他就打倒轉骨 他說師父我不求快不求慢 只求你指點我一條正路 李景嫣是誰呢? 李景嫣就是陳清平 他晚年所收的弟子 江湖人士叫他 鐵落駁里頓 就是說 他說他的肩膊、爭、駁位 好像一個盾牌一樣 說回清末年代 陳清平是一代大宗師 李景嫣本身跟母親相依為名 家境很頻寒 相傳他吃的東西 就是養的山口 吃的東西 你說他的生活是挺艱苦的 但是他很喜歡功夫 所以他一路穩 最後很艱苦之下 得到陳清平收他做徒弟 當時他買一條黃河鯉魚 專門做拜師禮 陳清平見他的環境 都這麼有誠意 所以收他做弟子 還要供他住食 即是他來學功夫 還要讓他在這裡吃 在這裡住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當陳清平滿門染疫 所有方圓 很大地方 整個瘟園 都染了大瘟疫的時候 唯獨是李景嫣沒有離開 照顧他師父一家 照顧他師父一家 一路煎藥煮藥 直到他師父好 因為陳清平 他很多弟子都離開了 只有李景嫣在這裡 所以當他好回來的時候 他當時病得默默糊 一好回來 他問他太太 問他老婆 他說 是誰照顧我們 那時候我們全家都病了 他太太就說 是李景嫣 是李對 因為他語名也叫李對 他說是李對照顧我們 他說你教一些東西給他 讓他可以維持到生活 可以戶口 因為當時的年代是這樣的 他讀書 又沒有機會讀書 就是靠這個功夫 所以陳清平一聽 就叫了李景嫣 當面 叫他當面 就是面對面 就跟他說 他說 對 你要快還是慢 你竟然聽到 就一聲跪躍在這裡 他說師父 我不求快不求慢 只求你指點我一條靜路 陳清平聽到他這樣說 就拍一拍胸口 他就馬了 他說 我就將這些功夫傳給你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恩怨在這裡 自此之後 陳清平就正式開始傳授他 同中氣功 就是以前陳家溝裡面 有很多功法 其中是同中氣功 和押戰功 方圓的連法 方圓雙身的連法 就傳授給李景嫣 所以因此之後 李景嫣權藝大成之後 就出去走標 一出去走標 人們知道他的功夫很厲害 他就說 他給了一個外號 叫鐵諾婆李頓 就說他好像個盾牌那麼厲害 很硬正 相傳他一靠 爭靠 那些靠法 一打入磚裡 磚入牆兩寸 因此 那個故事就是這樣 還有 他當時學習的時候 他打野馬分中 有另一個故事 另一個故事是怎樣呢 他去師父學拳那裡 很艱苦的 他自己也做了很大的苦工 他去師父那裡 五里遠 即是陳清平那裡 回到自己家裡 又是五里遠 他去的時候 就打野馬分中 即是上步 一直這樣 因為野馬分中是一個分勢 即是前後分 這樣去的 他一直這樣上 到他回到他家裡 學完拳 他又打倒轉骨 一路這樣倒退步 一上一去 前後總共十里 所以他最後功夫大成 是陳清平晚年 那個徒弟 所收的徒弟 也是功夫最出名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徒弟 功夫大成 鐵樂鶴利頓 最正常的徒弟 聲音 詞文